摩羯 摩羯座的朋友 在这个商业座的信业 信业的影响之下 你们的农历二月会怎么样呢 有两个东西要注意 第一个呢就是说 在追求 就是 无论你是摩羯男 或者是摩羯女 在男方追求女方的时候 女方会因为 比较 他比较看重那个金钱 那个挺实际的 就是他们的那个focus 他们的那个重点 不是你有没有感情 而是 你有没有钱 那如果我们不要说的 那么拜镜主义的话 就是你的工作稳不稳定 你可不可以 就是保证到一个 很稳健的那个仗来 OK 可不可以很stable 你们的关系 OK 所以就是如果你是摩羯男的话 你会容易 很容易遇到这样子的女孩子 OK 那就算你是感情很丰富的 什么什么 但是他很有可能会拒绝你 OK 所以你是 你就是之前你要做很好的准备 比如说 你要给他看到 其实你是很有钱的 你的工作是很稳定的 你可以在将来做 做一个很好的provider 就是供给者 你可以有 你可以有就是无限的那个资源 去供应出来的 OK 那如果你是 自己是摩羯女孩子的话 那这个其实就是你们的本性 OK 因为你们就是 因为土性的星座 对吧 所以你们对于那个 很practical的那个 很实质的那个利益 你们是看得比较重的 所以可能有男孩子 他们会追求你 但是你们觉得 哎呀他们只是有感情 他们只是很多的甜言 甜言蜜语 但是他们没有什么 真正的保证可以带给你们 所以你们会拒绝他们 OK 那第二个东西要说的呢 就是 在你们家庭的关系 就是要知道妇女的关系 要去好好的去修补 OK 那比如说你是摩羯男的话 那尤其如果你是爸爸的话 那你跟你的女儿的关系 可能会有一点比较差 可能你对他太严格了 OK 那如果你是摩羯的女儿的话 那你最近会不会对你的爸爸 比较 就是又是很严格呢 很mean呢 很harsh呢 就是 很 坚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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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酷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叫 我们广东话叫 坚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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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酷 坚酷 不幸 他们可能出生以后也就已经没有爸爸了 或者就是说跟爸爸的那个缘分是比较淡的 OK 那你们可以问自己 那在你们的生命中的那个父亲的角色是谁呢 那最近也要好好处理你跟这个父亲角色的那个关系